我们这节来讲一下Operation 也就是操作 在计算图中 其实我们前面提过 节点呢就是操作 那我们讲一次加法 那么是一个操作 一次乘法呢也是一个操作 就以我们前面所讲过的 最简单的那个计算图 构造时候的例子啊 拿来为例 那么我们当时呢是有三个节点 一个是Node1 Node2还有一个呢是Add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图中 有三个节点 这三个节点呢 其实就是三个操作 只不过呢就是说 我们认为Node3也就是Add这个操作 它是做了一个加法 把Node1和Node2加起来 但实际上 Node1我们当时呢是给 负了一个长量 它的值呢是3.0 Node2呢也是负了一个长量 那么是4.0 这个长量负值 实际上也是一个操作 当然我们后面会讲到变量 那么你给变量负出始值 也需要有一个操作啊 这些呢都是计算图中的节点 那么都称之为操作 然后呢每一个运算操作呢 它实际上都是有属性的 这个呢是在构建图的时候呢 就需要把它确定下来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操作呢 在实际上你准备去执行的时候 可以指定它和某一些计算设备呢 绑定 比如说这个操作呢是要运行在GPU上的 而另外一个操作呢是运行在几号CPU上的 这些呢都是跟设备做相关的绑定 还有呢我们讲了既然是计算图嘛 那么操作和操作也就是节点之间 它存在着两种关系 一种呢是有数据传输的这种关系 还有一种呢 它呢是通过这个控制边啊 做一个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控制 必须比如说A操作要在B操作之前完成 这些呢都是在操作构造计算图的时候呢 其实就已经确定下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一个实例 这个例子呢比刚才那个两个节点相加的例子 稍微复杂一点点 但实际上呢也是非常简单的 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呢 因为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看到这个计算图 我们呢还是使用了Tencent Board 然后呢待会儿呢做可视化 所以呢这个例子的代码里面呢 有几句是为了在Tencent Board里面 去显示计算图去使用的 那我们的这个呢会在后面一小节来讲 我们现在先用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 具体的代码其实也不是很多 第一句呢这个Reset Default Graphy 是把当前你在运行的这个状态底下的 缺省的计算图啊 做一个重置 那么这样就避免了 以前已经在这个计算图里面 去加了一些节点显示出来 我们可以单纯的就是说 相当于初始化看到的 只有后面生成的这些节点的计算图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先定义了一个变量A 然后它附了一个初始式等于1 Name呢就命名也是A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B 这时候呢做的是一个操作 这个操作呢是A加1 然后定义了一个C 它的操作呢是B乘上4 以及呢定义了一个D 那么它的操作呢是C-B 好我们总共呢相当于是定义了4个节点 也就是4个操作 那后面的几条语句 就这三条语句啊 是为了在机器上呢 去生成TensionFlow的计算图 然后把这个图呢 写到日志里面去的这几条语句 当然这个也不是很复杂 指定一下要写的目录啊 然后调用了一下TF的Summary 这个类里面的FireWrite这个函数 然后呢去做了一个执行 最后呢把这个Write 关掉就行了 我们现在呢直接在Jubit里面 去看一下这个运行结果 待会在TensionBoard里面 直接来看这幅图 好我们来到了这个Jubit 那么这些代码呢前面已经都提了啊 我们这个看注射 也能够明白它的意思 那么现在呢是有4个节点 然后呢只是定义了 并没有去做运行 然后呢就是去生成一个日志 好我们直接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好这个执行完呢其实没有任何的输出 我们下面呢就是为了看到这样的结果的一幅计算图 我们进入TensionBoard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深层的这样的一幅计算图是长成这个样子 这边呢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放大一点啊 来看一下 好我们先选中这个A 那么A呢它这边提了它说是一个指图啊 然后呢里面呢有三个节点 如果我们把这个打开 然后可以看到就是里面的样子 这是一个变量 然后我们变量呢还没有展开讲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计算图 在TensionFlow里面呢 变量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要有一个这个初始的值的 然后呢会有一个负值的这样一个操作啊 这样所有的一个椭圆都是一个节点啊 然后呢要把这个值啊读进来啊给的这个变量这个名字叫做A 好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关闭掉 然后呢B呢我们定义的呢实际上是一个加法的操作 我们可以看到Operation呢它是Add的啊 然后在这里面呢它有两个输入啊 一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A 还有一个呢这个这个我们说的可以导航的 然后我们回去把这个先关掉啊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这个小Y 这个小Y呢实际上呢是指的就是说 给定的一个常数 因为我们做的呢是让这个A加1啊 是这个B这个Add的这个操作 好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C C呢在定义的时候呢是什么呢 是去做了一个乘法啊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MUL显示的是啊 Multiply做的是一个乘法 它是哪两个相乘呢 那我们就看它关联到哪里啊 一个呢是什么呢 一个是B的结果啊进来了 还有一个呢也是一个小Y 这个小Y呢同样代表的呢就是一个常数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D 这个D呢这个操作它进来的啊两条边 一个呢是C还有一个呢是B做的呢是一个sub是一个减法这个运算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C啊这边是B进来的呢是scalar是两个标量数据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C 注意了我们刚才没有讲就是C呢这里有一个output是输出 它输出到哪里去了啊 后面是不是有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是谁 是D啊 是节点是D 好那么呢是这个样子 我们再看BB有两个输出分别是输出给了一个是C还有一个呢是给了D 其实我们通过这张图啊其实是能够人工的去判断他们之间的一些依赖关系的 就比如说你要运算D的话 你必须要等着B的数据和C的数据都有了以后啊 他们的数据流过来了 你才能去做相应的这个减法操作对不对 好这个呢等于这些依赖关系啊是系统会自动生成 然后就根据你写的定义啊来做这个事情的 所以不需要我们人工的去定义这些边 好我们再切换回去 我们回到这个Jupiter再对照一下就是刚才生成的这个图 我们现在去看它应该呢心理上面会更有概念 我们说的就是这个D啊定义了一个减法操作 但是呢它两个输入分别是C和B 这时候我们认为D呢肯定是要依赖于C和B的这个数据 要等它出来以后啊才能执行的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有关这个操作的这样的一个介绍